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PAN政府 国盟政府的法律部长在7月26号宣布撤回紧急条例 很多读友就问这个紧急条例撤回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 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然后慕尤丁如果说他犯错了 为什么犯下这么一个明显的错误 他呼噜里卖的是什么药 我现在就分享给大家 7月26号 在国会说 我们现在 其实在7月21号 内阁已经撤除了 所有紧急状态的条例 总共有6个紧急状态条例 是什么条例 上个星期天的直播 我有讲 大家可以去看 我这里就不重复 星期一的直播 有讲 大家可以去看 我这里就不一一的列明 反正他说7月21号 我们已经决定撤回了 这个宣布犯下了三个 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 非常严重 所以才会有接下来的后续发散 第一个错误是什么 第一个错误就是 这样子密而不宣的行为 密室决议的行为 是违反整个法治基础的 法律要运行的前提 是你要颁布出来 给大家知道 所以任何法律 没有gazette的 他是不能够用来逮捕的 他一定要公布出来 一定要宣报 宣报就是公布 所以即便国会通过法律了 然后元首也预准法律了 但这个法律没有宣报 他是不能够执行的 同样的 这个法律要取消 你也要宣报 也要宣报说 这个法律取消 这个法律要失效 因为要给人民知道 但慕尤丁他们7月21号的决定 7月26号才告诉我们 很明显全世界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平民百姓不知道 国会议员不知道 还不用紧 反对党的国会议员不知道 甚至乌统有些部长 也说自己不知道 但还不用紧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连执法人员都不知道 连执法人员就是警方都不知道 7月26号也发生了一个事情 是什么 就是全马的医生大罢工 合约医生大罢工 然后大罢工了 警方当时就说 我们会援引 紧急条例的法规来调查 这就证明了什么 证明连警方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 政府已经违反了整个法治的原则 你不能这样子逆而不宣 这是他们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所犯下的第一个错误 第二个错误是什么 完全不符合法律 第一个是不符法治精神 第二个就是不符合法律 为什么说7月26号的宣布不符合法律 因为紧急状态的法规 是由谁 名义上是由谁来制定的 是由元首 由政府注定 但由元首颁布 不是在像之前由国会来通过的 是由元首通过 然后宣报 它就变成法律 所以在紧急状态之下 我一直都说 元首其实是名义上的独裁君主 但元首不能自己参与到政治里面 来管理国家 那他就等于涉入政治 他是我们的神 他不能弄肮脏自己的手 你涉入政治 你可能做得好 你可能做得不好 做得不好 我们要骂你 你是元首又不能骂 所以君主一线制度之下 元首 他是至高无上的 他是不能够自己涉入政治里面 所以即便他是独裁君主 在紧急状态之下 他是独裁君主 他也要委任一个政府 委任一群人来帮他管理国家 1969年元首委任的是马格兰国家行动理事会 2021年元首委任的是整个内阁 所以他没有另外再委任马格兰 但他委任的是内阁 说现行的内阁跟州行政议会 每个州都有州政府 州政府跟现行的政府 他们就我把权力授权给他们 所以你不能够没有经过我们的元首 你就撤回任何的法律 或颁布任何的法律 这个是板上钉钉 斩钉截铁的事情 但是我们的政府却在不经过元首 元首没有讲话 你就自己讲 我们已经撤除了 所以这个是犯下第二个严重的错误 也是元首会这么生气的原因 还有第三个错误 第三个错误是什么 第三个错误就是 如果你已经撤除紧急状态了 那我国现在其实是权力真空 是本末导致的情况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这个政府 刚才第二点的时候我们有说到 这个政府的权力来源 其实已经不是从国会了 在没有紧急状态的情况之下 谁可以做政府是谁决定的 是国会议员决定 谁掌握国会议员的多数 谁就可以阻隔 就可以做首相 你一定要掌握 掌握国会议员的多数 不然你嘴巴在讲的多好听 在做再多的小动作 都是不能成功的 所以本来政府的权力 是来源于国会 但是在紧急状态之下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元首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元首 而元首他不是说 我把这个权力交给你 或者是我把权力交给马格兰 我把权力交给Cabinet 不能空口说白话 所以元首是怎样把这个权力交给内阁的 答案就是通过紧急法规 元首就会颁布一个紧急法规 像我们1月14号颁布的紧急法规 第11条就清清楚楚写着 行政的权力交给现实的内阁 所以如果你说7月21号 你就已经撤除了这个紧急法规 那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元首赋予给你内阁的权力 在紧急状态下赋予给你的权力 也没有了 所以现在的内阁是不能够行使权力的 如果真的已经撤除了 是不能够行使权力的 因为还在紧急状态 如果已经没有紧急状态了 当然没有问题 当然没有问题 因为没有紧急状态 现行内阁的授权就来自于国会 所以慕尤丁在之前就已经获得国会的授权了 也通过了很多考验 所以就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7月21号到8月1号 还有整整的10天 所以这10天你慕尤丁所签署的 如果你已经撤除紧急法规了 那你首相成分所签署的所有政令 凯里所以科医部长 疫苗部长所签署的所有文件 阿当爸爸也好 伊斯马沙比利也好 Hishamuddin也好 全部都无效 你想一下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政府犯下的第三个错误 所以很明显 7月26号政府说 我们在5天前就已经撤除紧急状态法规 很明显是错误的 所以问题来了 既然是这么明显的错误 老牧为什么还要去做 老牧还要去做 你们不要以为老牧很笨 不要看他傻傻这样 好像大番薯这样就觉得他很笨 我一直都说不要给他的外表 他是一个很精明的人 之前很多说连英文都不会 我就纠正了 其实他的英文蛮好一下 比很多人都好 大家也可以去看他的英文对答 其实也是非常的流利的 不像米拉法论这些人一样 所以不要看小他 而且政府里面有很多法律专长 Daki Yudin也是律师 AG他们都是做了几十年的律师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错误 他们要去做 他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第一个目的 最主要也是唯一的目的 不是第一个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他就是要避开投票 因为根据我们的宪法 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 我这里再讲过一次 根据我们的宪法 紧急状态的时候 确实你可以直接 援手可以直接颁布法律 但是这个法律必须 late before 就是交由国会来endorse 如果国会不endorse 这个法规就失效 在召开国会的时候就失效 或者是他在紧急状态 结束的时候就失效 如果国会endorse 国会通过这个法规 还可以生效多六个月 他的内容还可以生效多六个月 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 所以慕尤丁他们很明显 他害怕投票 这个我们之前讲过的 为什么他害怕投票 当然我必须强调 即便有投票 现在的国会特别会议有投票 慕尤丁政府也不会倒台 不管他输也好 他也不会倒台 因为为什么 他不是一个不信任动议 也不是一个预算案的投票 普通的动议投票失败 政府是不会倒台 这个在西蒙的时代有发生过 国阵时代没有发生过 国阵时代都是强势执政党 在西蒙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有出现过动议不过关的情况 但西蒙没有倒台 既然不会倒台 为什么慕尤丁还怕 因为慕尤丁担心舞台效应 这就是我之前讲 为什么慕尤丁这么怕开国会 议长都在自己的手上 其实开国会你要推翻慕尤丁 是基本不可能的 这个议长是歪到很歪的那种 大家都看得出来了 在大家还没看出来的时候 七月这个议长上台的时候 我就说你换了议长 你不用想可以在议会里面 推翻慕尤丁 原因很简单 因为议长跟慕尤丁的政治生涯 已经绑在一起了 有他有我 所以他不可能会让任何 推翻慕尤丁的行为来成功 所以这是很基础 那为什么慕尤丁 还是一直不要开国会 直到元首跟皇室说 我们一定要有国会 劝告表达意见 要有国会 他才开 其实跟现在投票 他不会倒 但是他还不让你投票的原因 是一模一样的 慕尤丁的想法就是 我很弱势 慕尤丁又撤回支持 然后有很多人在背后搞小动作 死老鬼 又一直不要过来 安怀又在那边一直说有numbers 所以他处于一个风雨飘摇的位置 任何一次投票 或者是任何一次开国会 给你们骂我 给你们来投票 我来刮我的巴掌 丢我的眼面 都会有可能让我倒台 因为什么会有可能让我倒台 因为虽然实质上 没有让你倒台的条文 或者是没有让你倒台的权力 但还是有可能 因为人心所向 你让我失败了 大家就会觉得 慕尤丁不行了 慕尤丁不行了 就会有人跑 一有一个人跑 就会有骨牌效应 千里大坝 溃于乙穴 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说 就是一千里的大水坝 只要一个小小的蚂蚁洞 就可以让它整个崩溃 整个倒台 是一样的道理 慕尤丁他不要冒险 他不要让这些 有可能出现的小风波 小问题扩大 然后引起骨牌效应 让他丢失政权 所以他之前竭尽全力 不要开国会 他现在竭尽全力 让国会不要有投票 目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要苟延残喘 就是要撑多一天 就赚一天 所以我一直说 你们要慕尤丁良心 发现自己辞职 或者是阿兹他良心 发现自己辞职 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如果要辞职 他早都应该辞职了 他现在是拖的一天是一天 我早早在二三月的时候 我就这样子讲过了 所以这个是慕尤丁的心态 所以即便他知道 我这样子的宣布 会有很大的问题 很大的漏洞 他也要这样子宣布 因为他是竭尽全力 能拖就拖 这个是他的目的 当然 他想要这样子做 他不可能做了之后 他知道会有很多问题 他做了之后就不管 所以他一定要有善后的方式 他想要怎么善后 我告诉你 本来我星期三已经写了一篇文章 昨天写了一篇文章 给光明日报是特稿 是特稿 是明天要登的 我这篇文章的标题 就是政府撤除紧急法规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个是我明天看 明天其实今晚报纸已经出了 大家已经可以去看了 是昨天我三点写给 光明日报篇集的文章 标题就是政府策紧急法规 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我这篇文章就是说 慕尤丁他的目的是什么 然后他要怎样收尾 可是 如果慕尤丁明天才出一个文告 底下第三个讲题 我会讲到 慕尤丁刚刚出了一个文告 其实他里面文告讲的东西 就是我这篇文章里面讲的 如果慕尤丁明天才出 等我文章大家见报了 看到报纸了 我贴出来了慕尤丁才讲 大家又会讲 孔律师是慕尤丁的军事了 因为一模一样 所以我明天那篇文章会讲到慕尤丁怎样收尾 也是我现在要分享给大家的 其实慕尤丁要怎样收尾 这个宣布是错误的 包括国民兴 包括安华 他们在国会都说 你错了 你要解释 你讲清楚 你看议长 你看政府 他们都老神在在 我8月1号才跟你解释 我们已经安排了 先给我们讲完 给我们汇报完 我们汇报完了 我们才进入紧急法规 我才跟你解释 所以他们有一套解释的方法 他解释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很简单 你们全是错误 我们说7月21号撤 是我们当时决定当天要撤 但是我们也知道 要撤不是我们决定的 就马上生效 要等到GASET 要等到公布宪报 在公布宪报之前要援手 同意 所以我们7月21号决定了 我们不能到8月1号才决定 那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所以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7月26号告诉你 我们已经决定了 我们也会把这个决定 告诉元首 把这个决定告诉元首 然后由元首来颁布宪报 所以真正生效的日期 是颁布宪报的时候 有人问宪报能不能back-dacted 当然他们有可能会back-dacted 但是根据法规 是不能back-dacted的 有效日期是从你宪报的日期 开始算 是从你宪报的日期 那天才开始生效 所以如果你看慕尤丁这样子说 刚才所说的三大问题 就完全都没有了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小圈子逆而不宣 因为还没有生效 慕尤丁就可以这样子讲 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公布出来 为什么要到7月26号才公布 因为我们都还没有 宪报才是公布的日期 所以没有问题 第二个不符合法律规范 要通过元首 我们知道要通过元首 我们内阁先决定了 然后根据宪法 我们要劝告元首 内阁要劝告元首 所以我们去劝告元首 然后元首才颁布 所以我们也没有不符合法律规范 第三出现本末倒置 我们政府失权了 没有嘛 因为我们还没有宪报 之后才宪报 所以他是玩了这一个trips 他玩了这个trips 而且他故意在8月1号 才来谈这个事情 也是有他的考量在里面的 8月1号就已经没有紧急状态了 没有紧急状态 就不需要紧急法规了 所以就不会出现 我刚才所说的第三个大错误 就是紧急状态之下 你没有政府了 因为你撤除法规 没有授权 在没有紧急状态的时候 他不需要元首授权 因为他的权力来源 是来自于议会 来自于国会 你要推翻我 你也要证明你没有多数 我没有多数 你要证明 所以第三个问题 也不是问题了 所以8月1号 是一个很关键 很奇妙的日子 所以慕尤丁这个是一个 破碗破摔 使马当活马医的手段 他就是要这样子来打字自己 我刚才所说的忽悠你们 然后你们拖到8月1号 然后我就不用投票 这样子的情况 他这一招当然很贱了 所以我在文章的结尾 我用高招 真是高招来调侃他 来嘲讽他 明天大家可以去看那篇文章 贱当然是贱 但是也很高招 你看他这一招出来 在野党就只能骂 就只能叫嚣 什么都做不到 慕尤丁下了 这一手很贱的棋 但也是一招高明的棋 他的对手 其实是没有机会 来破解他这个棋 也破解不了 因为最关键 我一直都强调 在国会里面 议长你换人了之后 你在议会里面 你就完蛋了 因为议长是议会里面的神 议长在议会里面 连时间都可以停止 像Avengers 像那些 Marvel Studio的那些 英雄人物一样 可以停止时间 你说他有什么做不到 所以他这手棋 其实是可以 很好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但他没有想到 有一个第三方 在外面看齐的人 会在今天 发出一个文告 打乱他的算盘 本来他可以稳稳度过 但是这个文告出来 就有很大的冲击力 所以才有今天的情况 所以我们第一个讲题 就讲到这里 等一下我们会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